你说现在找个普通男人结婚这么难吗 你什么条件吗 你说像 身高在1米8以上 工作稳定月收入2万 有车有房 对我好的 三关还要正 这个男的他也不普通啊 你觉得这种男的叫普通吗 挺普通的呀 挺普通的 你什么条件吗 我身高1米65 我找个1米8的不过分吧 好像还行 我工资1万 我找2万的过分吗 好像也不过分 我自己还有车也有房 那我找我有车有房 那不是很正常吗 那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38 38 38岁 那找不到 就是你如果今年18岁 就你提前面的那些要求哈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能找得到的 但是你今年38 你提完这些要求 你基本上是打光顾了 这辈子 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怎么可能 我的条件这么好 你条件好 你条件好 那家男的看不上你条件好 我长得又漂亮 我跟你讲 一个男的1米8 有车有房有存款 工作稳定 然后每个月收入2万以上 那他找个20岁的小姑娘 不过分吧 过分呀 那为什么不找我这种呢 我有车也有房 我月收入还得1万多 人都是这样的 一个人他越缺什么 他就越想找个怎么样的 你条件好 是不是 是啊 你条件好 难道人家就要为你买单吗 当然呀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现在买衣服 你是去实体店买 还是去网上买 网上买呀 经济又实惠又便宜 那你知道为什么实体店的衣服 他比网上的更贵吗 为什么呀 因为实体店的成本高啊 他要去租门链 他要装修门链 所以他卖衣服 他一般比网上卖的成本会更高 是不是这样 跟我找对象有什么关系吗 难得一样的 是吧 你的实体店 你的装修装得再好 你的地段再好 门链再贵 跟消费者没有什么关系 消费者他要的是性价比 你说你优秀 你再优秀 跟男的有什么关系 你优秀 人家看不上你这些 你的意思 男人也喜欢经济实惠 又便宜的呗 男人讲的是性价比 讲的是爱好 知道吗 那你这种男人活该打光棍 那你不活该 你也是光棍啊 是不是